啊 这里是军北墙 看一下 这个是今天卖的一套大疆雾二 我突然想起来这两天老是有人问我 买雾一好还是买雾二好 其实这两个东西呢 它的 无论是作用还是价钱的差距都很大 像雾一现在是用来做展示 或者当门面的会比较多一点 雾二它的实用性肯定是有比雾一高的 通过大疆最新发布的雾三 大家也可以了解到 雾三呢 它最主要的续航时间是什么呢 其实并没有多大提升 它提升来提升去都是这个相机 不过说实话呢 雾二这个M43的相机 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 已经算是非常好的 已经是用不完的了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拿去楼顶推一下 现在雾一主要还是有很多的 看清楚 好了 现在我们要调准一下指南针 经常有人问我 现在快国庆了 他们想买回去挂这个国旗 问我什么款合适 因为你们可以去刷一下网上那些视频 很多人拿雾系列雾一或者雾二去挂国旗 不过要是想要便宜一点 毕竟挂国旗还是有风险的嘛 它要扯一个很长的线 对 如果说你想要降低风险 价格降到最低的话 那你还是比较适合去买个雾一 雾一现在就两千多 这样雾二的话 起码也要六千多了 也不合适 是吧 好 我们先来飞一下 他已经刷新好这个GPS了 对一下胶 OK 起码 雾二还是很帅的啊 机械感满满的 OK 起码 起码 OK 起码 起码 OK 起码 OK 起码 OK 是吧 OK 起码 yim 嗯